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朋友晚安 我們今天很高興歡迎各位來到哲學悲心奇五 今天的場合很特別 來到一起中正大學哲學所博士 來的學生住家 也是非常有名的佛洛閣的歌主 他叫佛洛閣哲學學學生金蛋糕 像是這幾年台灣死了 應該是最火熱的哲學網站 很高興看到各位 好 那我簡單的 其實住家其實不需要我很多介紹 因為我相信今天在場來的各位都是孟盛 對於這樣長期經營的烏洛閣應該都非常非常的熟悉 那我自己在哲學系交出大概五年的時間 那我的感受特別深刻 大概這兩年左右 一般人對於哲學的熱衷跟那種熏溫度突然增加很多 其實我想大概給我兩個人 第一個 要感謝的是Michael Sintel 他確實他人家的爭議團克 打開台灣人心理中對於哲學另類的想像 那其實第二個我覺得是住家 他的哲學部落格的經營 確實吸引了非常多的哲學愛好者 但其實大部分我現在看讀者不少來自於哲學科技 很多是來自於思念大學 那對於哲學的推廣 是非常重要的貢獻 那其實我們最近也在搞一個高中哲學推廣學會 他有所謂的一次 那我們希望未來在台灣能夠在高中的階段推動哲學教育 但這個目前哲學教育不是在體制內的方式進行 也就是變成另外一套的什麼 中國文化基本教材這樣的方式 我們希望能夠 從外而內的進行改變 而不是從體制內 或是體制內的話 變成現有的師資 就是重新粉刷一下的改裝上式 可是教的東西其實一模一樣 我們應該從外而內的進行改變 那我相信 家安他這方面的經理題我們都很多 那其實他替我們談的題目就是 象牙塔西法的日常運用 那就是把哲學的概念跟理論 它試圖回到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做運用 或是這樣其實哲學並不是很遙遠的學科 那另外 家安其實在我們哲學期為什麼區域 除了是一個知名的顧問客之外 我們替他做一個定位 如果要定位的話 我會覺得說 他是科學界的恐怖份子 為什麼說恐怖份子呢 因為他一出現之後 他就試圖用他很熟練的分析哲學的手法 去拆解原本 大家習以為常的概念 對於一個擁抱戰鬥下行人來講 這個人當然是恐怖騙子 那對我們來講 恐怖份子可能是一個正面的一個戰場 或許 看各位站在傳統或進步的一個面向 都會有不同的判斷 那讓我聯想到 在康德寫的純粹理性提反一開會 他就比喻兩種 他就跟一個chip 又是一個蠻適合的嘉安的 他說第一種呢 就是傳統的 這個 他指的是當時歐洲的大陸理性處理者 像萊塢寧子這些人 那些人呢 苦心積慮的 用傳統的方式建構他們的哲學城堡 然後用很獨斷的方式建構 覺得自己的王國是來不可破的 可是卻經不起所謂的柔木民族的再三攻擊 他講柔木民族 那康德就很讚嘆 他的欣賞就有意見 OK 但康德他很正面的評價 對不對 就沒有貢獻在這個地方 那但是康德要做這個事情 他想要重新 受他的懷疑論的挑戰 就是要建立自己的哲學王國 那我覺得台灣 我們的體制內哲學教育 其實就像以前的那種傳統的王國 我們覺得是勞不可破 其實裡面獲在百出 我們非常需要參加 按讚的哲學的心學 可以一一的去挑戰 去開發很新的可能性 那我今天就不多說 我們就請一下 直接替我們講話 謝謝 歡迎蘇嘉 歡迎蘇嘉 謝謝蘇老師 謝謝各位 我是蘇嘉 來過哲學 星期五 非星期五 每次都在台下 我知道指揮星期五是 台灣非常活躍的沙龍思辨平台 所以我今天真的非常榮幸 能夠可以找到這邊 來跟各位分享 我推廣哲學的經歷跟心路 我這人最有名的當然就是Vlog 那有些人可能知道這個Vlog 最近從黑色變得白色了 但是可能比較少知道的是 這個Vlog呢 他除了是全台灣可能點閱率蠻高的Vlog之外 他也是全台灣 全中文世界 髒話最多的Vlog 事實上呢 他的髒話是多到你去Google 嗯嗯哲學 就找到我的Vlog 所以各位同學 你以後都要跟你 你的朋友介紹 你就跟他講這樣子Google 最會找到指揮指揮蛋糕 那這Vlog呢 目前是 大概平均每天有1500個 的View 然後 粉絲頁有超過1萬個粉絲 那接下來 接下來的 差不多一個小時的時間呢 我會跟各位分享 我是 如何辦到這件事情 那主要上分成三個部分 我知道會來 哲學星期五的朋友 到粉絲隊哲學 可能有一定興趣 跟經驗 但是我們知道 哲學這種東西 最麻煩的就是 每個人講哲學是什麼 見解跟不太一樣 所以我待會 我會花很多時間 大部分的時間 跟各位介紹 我嚴厲的哲學 什麼樣子 那 也藉著這些 實際的 哲學介紹的演練 讓各位了解 我平常是 如何在 講座之類的場合 跟 跟社會 介紹哲學 所以 第一個部分 哲學在幹嘛 再來 推廣哲學的一些技巧 那最後面我想跟各位分享 這幾年 推廣哲學的經歷 它除了 除了 漸漸達成我們的願景 讓社會了解哲學之外 對我個人的成長 也非常非常的有幫助 我在最後面的部分 想跟各位介紹 這件事情 所以第一個 哲學是在幹嘛 每個人對哲學可能有不一樣的定義 像我們系上的那個 謝士銘老師 他每年 他以前是教那個 哲學概論的 他在哲概 每年新生進來 他就會跟那群新生 講一個 嶄新的哲學定義 他們每年對哲學有不一樣的題目 那我個人呢 對哲學的理解 我是想法 我會把它定義成這樣 哲學是在提醒概念 你如果說 生物學家是在研究生物 物理學家 研究 配測量 等那些東西 只要研究對象 是人們的思想 只要挖掘 我們使用什麼樣的概念 來做思考 那 做相當的區分 借過論證 來試圖解決問題 做這些事情 可以怎麼解決問題呢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例子 小木偶 大家都知道 小木偶最奇怪的地方 就是 講話話說鼻子生長 然後 說實話的時候 鼻子才會縮短 這鼻子被下咒語 背後規則很簡單 但是 你想想看 如果他有一天講這句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在不同場合 問過這個問題 大家答案不太一樣 幾種常見的 有人覺得會變長 我們先講舉一下好了 絕對變長舉小 講完這句話 小木偶說 我的臂子要變長了 接下來發生什麼事 絕對會變長的 舉下手 沒有 好 那變短的 不變 就不變的舉手 好 謝謝 有最後一個選項 最奇怪的 就是有人會覺得 會不停伸錯 還不停伸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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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個人呢 非常可以理解 為什麼那麼多人選 不停伸錯 我就想想看 假設你是小木偶鼻子 對不對 然後那天仙女士跟你約定說 你聽到你的主人說謊 就變長 如果你的主人說實話 你再說回來 那今天呢 你跟平常一樣 就是坐在小木的人中上面 然後 你坐得好好的 聽到你的主人講這句話 你是他的鼻子 你心裡想什麼 你覺得有點奇怪 我好彈彈的 你又沒有要變長 你幹嘛說我變長 齁齁齁 所以這句話是 就是跟事實不符的假話 那怎麼辦 是不是趕快變長 但是如果你真的變長 你很快就會發現事實不對勁 對不對 因為你的主人剛剛講什麼 他剛剛預言的說你會變長 結果你真的變長 所以他講的話變成實話了 怎麼辦 再說回來嗎 可是說不來之後也不對啊 是不是變成那個樣子 那我們小時候都讀過小木這個故事 我們希望它是一個 比較純潔一點的魔話故事 所以你可能不太想接受這個設定 那接下來應該怎麼辦 事實上如果我們對於 剛剛做的那些討論裡面那些概念 進一步澄清 是有轉環無敵的 小木有鼻子 規則很簡單沒錯 但是你看到裡面重點是說 那個叫什麼 構成要素 構成要件是要說謊 對不對 所以回到原點想一下 到底怎樣才算 才算是說謊 在講那些說謊理論之前 我們現在再看兩個故事 第一個 淘氣的仙女 你們知道仙女姐姐當初 為什麼要對小木有鼻子下那個咒嗎 因為當仙女其實還蠻無聊的 然後他今天就覺得說 最近都沒有樂 想說要捉弄小木有一下 怎麼做呢 仙女姐姐說 來小木有過來 我跟你講 我之前跟你說 對你鼻子下那個咒 他的意思是 你說謊變長 對不對 說實話說短 明天中午12點 我跟你講 我剛剛把醉舞調整一下 到那個時間 不管你說什麼話 不管你有沒有說謊 鼻子都會變長 明天中午12點 是不可避免的 逃脫不了 想說我一聽到之後 覺得很緊張 然後很躁鬱 為什麼呢 因為鼻子變長的那種感覺 還蠻惡奇的 奇怪的 那怎麼辦 其實沒辦法 仙女姐姐在下咒 但事實上 有沒有下咒 其實是沒有 仙女騙她 昨天中午2到12點 小木非常緊張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 最後倒數三秒的時候 小木 情不自禁的 叫出來 怎麼辦 我鼻子要變長了 就是剛剛那句話 對不對 但是 想這個問題 他講完這句話之後 鼻子會怎麼變化 想想看 仙女說 粘重12點 鼻子會變長 小木很信任性 而且其實他相信了 真的快到12點了 小木自禁喊出那句話 鼻子會有什麼反應 這個題目有點難 換一個簡單一點的 當小木說出這句話 他是不是在撒謊 很多人要說不是 為什麼不是 因為他真的相信仙女是怎樣 對不對 這有點像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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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擋部 跟發言人說 好 我們這事情是怎樣怎樣 你等一下上去就這樣講 他講完之後 記得當然要說 你撒謊 可是如果他真的相信 你還蠻難說他撒謊 好不好 至少你如果要說撒謊的話 那個單位可能是擋部 不是那個個人 OK 撒謊是這樣子的一種東西 所以小木鼻子會不會變長 事實上 應該是不會 因為沒有撒謊 但是你再想想看 他確實說我鼻子要變長 對不對 但是又沒有變長 所以他講了一句話 這句話不符合事實 但是又不算撒謊 這是第一個弟子 結果各位先記在心裡 我們看第二個弟子 小木他爸幹嘛的武將 對不對 所以 當城鎮裡面 最高最高的中樓 那個指針壞掉的時候 鎮長就會叫他爸去修 那中樓很高 你上去 村子裡面有那個很厲害的大力士 他借好那個滑潤 有一個小木毯 就拉著那個繩子 把小木我跟他爸一起拉上去 但是 道上面那個 胎子小小的 腰晃晃得很危險 所以在上身途中 小木他爸不斷地 不斷地嘱咐小木說 兒子啊 你看這個 等下上院那麼高 然後旁邊扶手那麼低 上院之後 你千萬不可以說謊話 為什麼不可以說謊話 因為如果想問我彼此變長 他爸可能會被毒下去 可是 你想想看你身為一個小朋友 每次你爸要上工 你就要跟他去 然後看他做一樣事情 還蠻無聊的 所以你會怎麼反應 因為很想說弄一下的爸 然後到上面很大的地方 小木偶 輕拍了一下他爸的前馬 說 欸爸我彼此要變長了 還蠻急色的這小孩 但是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假設小木偶的心境是說 爸那麼擔心我彼此變長 我就來騙他一下好了 好 頭腦單純的小孩 但是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覺得彼此會變長的舉手 OK 那覺得這句話是謊話的舉手 還蠻保守的 覺得是實話的舉手 比謊話的這個少一點 如果啊 我們把剛剛的情境 理解成小木偶真的稍微做一句 騙他爸 那聽起來應該是謊話 沒什麼問題 對不對 然後驚嚇他爸 可是小木偶通常很簡單 沒想到他彼此的那個真色還蠻靈敏的 結果接下來真的是彼此變長了 然後 可能他爸就 慘遭不測 之類的 所以 我們比較講的第一次 在陶器的仙女裡面 小木真的相信仙女姐姐講的話 對不對 所以他說我彼此要變長了 這一塊不符合事實 但是 不算說謊 在陶器的小木偶的例子裡面 小木偶我有跟他爸做做距離 說 撒謊說 故意撒謊說 把我彼此要變長了 想讓他爸緊張一下 結果是怎樣 結果是悲劇 所以 面對說謊跟實話 我們有不同的情況 有些情況 你是說實話 但是你講出來的話不符合事實 有些情況像 你是撒謊 可是你講出來的話 可能很不信的 剛好是真的 這些都是可能出現的情況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 你一個人的誠實 或一個人的撒謊 跟 這句話到底符合事實 沒有絕對的關係 而這些都是 都是大家本來就可以認定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到自然的例子 的時候 做的判斷是上市 跟別人差不多 那 回過頭來回想 剛剛我們在檢討那四個選項的時候 記不記得 很多人選說 會變長又縮短 對不對 講過講這句話之後 彼此到底會做我的反應 我們在看完這兩個例子之後 應該會知道說 你光告訴我小莫 我說的什麼話 看不懂 對 你要告訴我說 他在什麼樣的情境下 說出那句話 因為我是要判斷他說謊與否 對不對 我光知道那個話是不符的事實 是不足以構成我的判斷的 這些關於撒謊 跟誠實的規則 我們本來每個人都內建在腦子裡面 但是有時候碰到比較奇怪的情況 像是那個 鼻子伸瘦的情況 一種被迷惑 會導致你做出 不符合你對那個概念理解的判斷 這個時候就是像剛剛那種 哲學的 假想的情況 可以拍上用場的地方 我們用不同的很極端的情況來測試 各位對那些概念的掌握跟定義 Michael Sandel 事實上做的是一樣的事情 其實他用的是真的會死癢的情境 對不對 一條街鬼 真神兩叉 然後兩邊都有躺人 怎麼辦 OK 我們在這裡討論的是 撒謊的定義是什麼 Michael Sandel 討論的是 怎樣 你對道德上面對錯 可判斷的如何 但事實上 兩代都是類似這種假想情境 OK 所以這兩個定義探討 讓我們知道 這兩件事 都是可能的 那這種假想情境呢 並不是當代哲學家的發明 事實上很久很久以前就有 包括在古希拉 佛拉圖的對話錄裡面 也常常出現這種假想情境 來偵測 概念內容 蘇拉里 V.S.將軍 我們知道古希拉是城邦嘛 對不對 然後城邦就是 每次互相打來打去啊 所以 古希拉的 雅典的人呢 非常崇尚 就是你要英勇 要威武 可以打勝仗 所以這樣 有一天蘇格拉里 在街上逛街 迎頭來的那個 雅典最英勇的將軍 蘇格拉里說 將軍啊 你是我們的百戰天神 那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什麼型勇敢 將軍說 勇敢 你問我就對了嗎 我跟你講很簡單 勇敢就是這個 戰鬥舞落跑 很實際 而且大部分的人都可以同意嘛 打仗了 弟兄往前衝 你往後跑 好像有點尿 所以勇敢是這個 蘇格拉里 你可以想像他一定不滿意的 換他最後也不會被人家弄死 蘇格拉里說 可是你想想看 你這樣講好像你只有在戰場上面 才有辦法呈現勇敢 但是我們知道在課堂上也可以 如果你覺得教授講錯 你舉手跟他講 那教授威脅把你當掉好了 你還是舉手跟他講 我知道有些人覺得這是白目 不過 你知道有時候白目 事實上也含了某種勇氣 OK 不會拒絕 我也挑戰教授 那將軍還滿民理的 他說 比如說 這樣也對 在課堂上面 幫我改一下好了 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 不落跑是觀測時鐘 對不對 教授威小白當掉 你還是堅持他是錯的 這也是觀測時鐘 所以 你在這邊注意 本來將軍是用完全中戰鬥 來定義勇敢 對不對 那他現在 把勇敢放寬了 定義成更抽象的觀測時鐘 這樣有什麼好處 就是 你在戰場上可以用 你在課堂上也可以用 這個是有時候某些定義 慢慢被抽象化 事實上是有理由的 讓他使用放得更晚 但是你可以知道 蘇格阿迪這個人 他一定不滿意 他覺得不對 你想想看 你不是隨時都要觀測時鐘嗎 如果你覺得自己錯 你應該有餘認錯 那將軍還是很有耐心的 所以那一年蘇格阿迪還沒刮掉 好 觀測時鐘 調向相關的才能 什麼才能 你在課堂上展現的才能就是 你明辨是非嗎 對不對 你如果知道自己錯 你就做那些 你錯的時候 該做的事 就是認錯 在戰場上 事實上也是 如果指揮官跟你說 你們那個小隊 戰鬥十分鐘之後 就要假裝落敗 落跑 把敵人引進俠谷 你說 要我落跑 太丟臉了吧 死都不幹 這看起來很充沒錯 可是還蠻不勇敢的 因為你為自己的面子 不打住 對不對 所以 你要用相關的才能來判斷 你的灌射時鐘要灌射到什麼地步 這個才是勇敢 將軍給的最後一個定義 他事實上已經蠻精密了 對不對 我們本來可能以為說勇敢 這 這不是什麼複雜的概念 就是一個人很 很不畏懼啊 或者什麼時候敢做啊 之類的 但是你可能發現說 你如果真的要建立一個 對勇敢的刻畫 然後他能滿足各種例子 他最後可能變成這樣子 一個奇怪的定義 但是 你考量過剛剛那些例子之後 你會發現造像是沒辦法吃 因為你要讓勇敢 在課程上可以用 然後在戰場可以用 然後 你要排除那些不勇於認錯的人 好像 飛得也落成 落到這樣子不可 但是你可以想像 蘇加里當然是不滿意嗎 為什麼我不滿意 因為他覺得 這個他看的漫畫不太一樣 蘇加里剛好看到那個 那個叫什麼 魯夫已經能進入阿巴斯坦 等一下 你知道阿巴斯坦有一個 你一看就知道他是這一關大魔王 而且這個單行本 起碼還可以畫三分 等在裝門 就是這個 你進去之後發現 這個人在欺負居民 怎麼辦呢 雖然他一看就知道是非常非常強的大魔王 但是我們還是有正義的夥伴 直接跳下去要跟他幹 在這個時候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是不相干第三者 在旁邊那個大鐘樓上面看 你很安全就是旁觀 你大概會覺得說 哇 這個你看就知道是大魔王 他們兩個還這樣衝 真的滿勇敢的 對不對 但是你知道 哲學家有時候追求一些概念的定義 是要符合我們對於概念的細緻使用 比方說什麼細緻使用 你在這裡 你會同意我們可以問說 兩個都很勇敢沒錯 但是誰比較勇敢 勇敢是有分等級的嘛 對不對 不是非黑幾百 那 退步來問 退步來講 各位記不記得 將軍最後取了這兩個條件 一個是 貫徹時鐘 對不對 那你貫徹時鐘是要配上相應的才能 來之所進退 這個定義呢 事實上是可以 是可以讓勇敢 有所必須 怎麼講呢 可以這樣算 好嗎 這不是輸給他底子的想法 可是 你如果去看相關對勇敢的討論 搞不好是可以這樣子延伸 你可以這樣算 好吧 你就兩個條件嘛 那這兩個條件都是可以算分數的啊 你可以算說誰貫徹時鐘比較久 好 堅持比較久 你可以算說誰相關技能比較厲害 有一個人很明辨是非 你可以比他更明辨是非 OK 所以這時候怎麼算 在自己相關技能 就是戰鬥技能 對不對 一翻兩盾 那 貫徹時鐘呢 如果你只是在旁邊看到 他們還沒有開始戰鬥 你可能必須說 好吧 兩個目前看起來同分 就是剛衝出去 剛衝出去而已 好不好 然後下一畫那個 還沒辦法畫出來 對不對 目前的線索 判斷貫徹時鐘同分 但是相關技能是比較高 我們都知道香吉士很強 然後片人夫還蠻爛的 這一個強多是什麼分呢 就是 你看到很強大魔王在西部居民 然後你會跟香吉士說 如果你沒有送出去 我看不起 然後 你可能會跟片人夫說 你如果沒從出去的話 我們也不會怪你的啊 所以相關技能是一般兩分 但是注意喔 右邊紅色那麼大一團 代表什麼 代表在將軍的定義底下 我們好像必須說 相吉士比較勇敢 但是你願意這樣講嗎 你會覺得相吉士 你送去應該的啊 你看那個片人夫那麼爛 他還送出去 那還是勇敢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你會發現 你常常修改一個定義 到你覺得很精緻的地步 但是還是不行 那這個就是對我們作者學的來說 是對非常非常常見 但是有時候會讓你挫折的地方 你好像永遠找不到恰當的定義 但是回顧來想喔 我們平常在這場生活當中 分辨什麼勇敢 什麼不勇敢 事實上是可以分辨得很純暢 代表那些勇敢不勇敢 規則內建在你腦子裡面 我們要做的事情 只是把我腦子裡面 關於相關概念規則挖出來而已 竟然做得那麼辛苦 可見我們對於自己掌握的那些思想 事實上是不用我們想那麼明放 那這也是事實上很多哲學家 是不斷地要告訴他這樣 朱噶底那個時候為什麼 有句名言說 說 一無所知 對不對 他一無所知的範圍並不是說 我不知道怎麼講西異 我不知道怎麼樣跑步才會受傷 他講的是說 我以為我知道我什麼是有情 你是說謊是雜漢 但是我試圖找他很規則 我找不到何事呢 甚至他說 不如說西異 有意思 這問題要怎麼面對這種困境 就是一直增長嗎 一直修改你對概念的定義 然後你的對手就是有反例連理 那這個可以說是最典型的 哲學進展跟哲學辯對的結構 有定義有反例 但他有很多延伸 當作對於特定論證的討論 對於某些邏輯推演 是都有效的討論 不過這個是一個非常典型 非常典型的結構 你如果真的去看那些 你去追責一下討論 我概念你的學術論文進展 一片一片湊起來 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如果定義 然後是改是改 那有時候改的可能是整個定義 改的是其中小部分 因為有些定義後面 改的是非常非常大的 社區論論 有些人可能想說 勇敢 幹什麼事 我偏要用很順就好 跟別人說什麼勇敢 什麼沒有勇敢 怎麼會弄錯啊 我為什麼一定要知道 那個定義是什麼 那這邊重點就是說 勇不勇敢 好像確實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跟我的同伴討論 不要搞錯就好 但是有一些概念 他在社會上 公共討論裡面非常重要 他重要到 你說搞錯他的意義 你對別人做 你做Jushman的時候 你會這樣做 你會譴責到 不該譴責的人 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個意思是 去年有一群人租了一個台鐵車廂 在裡面做別人開心的事 當時呢 社會上對他們 當然有很多批評 對 當時有人批評說 不外公務 有人說他們是現教育 有收錢 有人說 違反台鐵車廂租借條約 然後有人說 他們公安委屈 這邊值得注意的是 這每一種批評 他們的立論基礎都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討論是不一樣的狀況 我們現在專注討論到 最後面這個 公安委屈 為什麼有人說 他們是公安委屈 有一個很直截了當的說法 就是台鐵車廂 就是公共空間嘛 你在公共空間裡面 做委屈的事 就公安委屈 還有什麼話講 這是聽起來蠻順的推論 長這樣子 但是 在當時呢 中央大學是研究所的 另一邊教授 他提出來另外一個 對公安委屈的定義 他這樣子講 空間所有人是人民還是政府 不重要 重要的是那個空間 是否做好恰當的隱蔽 讓烏烏的人不要看到 你可以想到 這兩個最重要的差別 就是左邊那個 他直接是在意的是 你做那個委屈的事 有沒有傷害到別人 包括私底傷害 OK 那右邊的是沒有 是沒有很直接考慮到這一點 他是考慮說 那個空間是誰的 是有這個差別 那在這裡 你選哪個定義 是直接 直接關係 會不會用公安委屈來選擇 那一選擇 對不對 公安委屈當然有法律上面的定義 不過我們現在主要討論說 人民做到的譴責 OK 你如果覺得是右邊那個 你就會覺得他們是狂安委屈 那你如果覺得是左邊那個 你就不會 那所以說 有些人做一個事情 我們要不要不要多特定譴責 是建立在你選哪一個定義上面 這時候就要想說 哪個定義比較恰當 那要怎麼樣判斷 一樣是用前面那些招 就是舉一些假想的例子 這是一個捷運廁所 你可以看到他門關著的 為什麼門關著呢 因為有人在裡面打手槍 假設在廁所裡面只有他一個人 好嗎 門關著打手槍 他可能把門鎖下來 你沒辦法看著繼續看到他 各位同學 在這種情況下 你覺得他是公安委屈嗎 OK 很多人搖透 但是 我們也都知道 你只要做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就可以讓他變成是公安委屈 還沒打開 對不對 但是 你開門關門 不影響那個空間 是公共的還是私人的 對不對 游泳權 游泳權是不會改變的 另外一組例子 我家門關著的 OK 那這是公安委屈的 但不是 我家也拜託 而且門要關著 但是跟剛剛一樣 門打開就是公安委屈的 所以 右邊那一組例子 講是公共空間 左邊那一組例子 是私人空間 但是 公安委屈與否的 變化 好像真的跟空間永遠 完全沒有關係 對不對 他是直接關係到 你是不是把門打開 讓無辜路人 會身心受創 所以 你可以用這個 假想的例子來 練題上面 哪一個定義 是比較恰當的 然後進而決定 要不要把公安委屈 扣到那群人的頭上 這個是哲學分析 在公共討論裡面 可以應用的例子 事實上在 就算在最新的一些公共討論裡面 我們也發現 確實有些概念是會被誤用的 比方說前一陣子在社區現場 有很多人被警察役 公共危險 對 可是他們做什麼事 他們做類似這種事情 公共危險 拜託 這當然是開玩笑的 因為我們知道 有時候現場的警察也不了解 或者對他們來說 公共危險只是一個把你壓軸的藉口 他們自己也不相信 但是你可以想到更其他更直接的例子 概念的毋庸是嚴重的在侵持我們的公共討論 另外一個例子是這樣子 我相信你如果有很多人在追演出討論 這幾天應該有看過類似這種想法 我點出場上前陣子就出了這個想法 下面很快給我們回應他 那個人做什麼 那個人做這個 OK 這是一個兩難對不對 兩個選項讓你選 可是你不管選哪個都有問題 為什麼有問題 你看你如果選說 因為同性那邊破了 所以神這樣規定 那等於說 逆經承認 神是看到那個道的事實 然後依照道的事實做判斷 神沒有辦法決定道的事實 在這種情況下 你都只能把神當成一個很神準的 道德事實探測器 但他不是道德事實的發明者 OK 這是第一個選項 但是如果你選第二個人說 就神這樣規定 追同性那是錯的 這樣你道德觀變得有點奇怪 因為你想想看 如果當初神規定說 同性那不錯啊 同性那是不是變成值得讚賞的 你可以接受 如此的 如此容易被改變的 道德觀點 你可以覺得有點難以接受 那這個確實也是 在論學討論上面 我們用神的意志 來為道德提供基礎的時候 會碰到面子 但是 這些都是可以供應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時候A是這樣子回應他 我相信這個是我們最近在網路上面更常看到的說法 好不好 我講什麼什麼沒錯 但是是我言論自由的別種問題 OK 說法很常見 那顯然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言論自由保障的做哪些事 對 言論自由限制別人做哪些事 在這方面剛好有一個人用免治理家 約翰米爾 他說他的想法是 言論自由是為了尋求真理 為什麼? 他那時候蠻天真的 沒有上過電書 所以一旦所有人都可以講話 然後真理會變怨命 不過你可以想像 在約翰米爾的時代 比如言論被管制的時代 那個時候的人有這種憧憬 不奇怪 但是言論自由初衷 為了初心討論 美濟可靠的知識 所以你不能阻礙別人講話 因為多一個人的意見被考慮 他意見搞不好是對的 如果是對的 大家就賺到了 很簡單的想法 但是如果你相信 這是言論自由的初衷 你反而應該迫避別人批評你 對不對 所以 如果我們對言論自由這個概念 為什麼要用這個概念來保障人 有進一步的哲學上的思考 你可以知道言論自由應該如何使用 然後對於這些毋用的人知道 我們來幫你講 關於言論自由 我去年有一個事件 讓我有一個深刻的體悟 政治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陳敦元教授 他做什麼事情 他其實走出埃及的地震 移到課堂上面 演將 大家記得這件事嗎 那個時候呢 學校的回憶是這樣 你可以想像很多人去改他 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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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大學公信系 那 陳敦都說 尊重多元言論 所以這件事是OK 都會繼續做 政大主命 徐恬恩說 多元表達 然後教室有收客權 然後 最後回到言論自由 但是 你想想看 言論自由 根據前面的討論 他保障的是 保障你的發言權 是為了讓真理更容易突出談戀 對不對 但是他有沒有需要保障到 你可以使用公共資源 來推廣你相信的東西 可能沒有保障到那麼多 我相信 如果那一天 陳敦元老師 他是在 他家的客廳 他自己租界的場地 行李真理來演講 然後 他也沒有用加費 給你學生來參加 你會有人說話 但是 在這裡我們可以討論的是 言論自由的討論是什麼 他有保障你 到那麼多嗎 那為什麼在這種情況下 你可以因為 你有教職 而享有 好像比學生 更大的言論權益 這些都是可以討論的 再進一步 在最近 可以討論的另外一件事情 是這個 是這個 這事件可以說是言論自由 BAC 言論自由的論戰 支持方說 你們上天表達訴求 我們反對你的訴求 我們有言論自由嗎 然後反對方 我不確定 這是不是沐加盟的官方說法 可是我看過非常多人說 沐加盟尤其是為表達訴求 你在現場是妨礙到他們表達訴求的 我可以聽過這種話 在網路上面 但是 考慮到 約翰米爾老先生 講的 講的那個想法 你就知道 不相同的做法是 完全的錯誤 為什麼 因為 如果你同意言論自由的初衷 是要讓不同的想法 互相交流 然後大家可以來 鬥跟你絲或活 你不會同意這種 回讀跟阻礙溝通 的做法 我當天沒有在1130現場 可是我看到一些紀錄 我知道那天主辦單位 對於 知識方跟反對方的溝通 他們是極力輔斷 他們跟第三家民眾說 你們不要理反對者 然後就好隊把反對者合開 然後就好隊友受過訓練 就是低著頭 不講話 你跟他說他當作沒有聽過 但是 我們都可以同意 那天反對方在現場的 的局勢 對於言論自由的初衷 是有很 是有很正面影響的 上有不大的人 為什麼呢 因為 你看過很多新聞報道 在現場 去遊行 反對住一個沉家的人 有一些人在溝通之後 他發現 自己來到現場 更就是基於某些錯誤的 錯誤的誤導 對不對 所以 如果我們非常的 focus在 言論自由的初衷 是要讓不同言論 層上檀面 然後我們更 有機會了解到 世界真實樣貌 那徐加農 那天的 就他對制度 基本上是站在 言論自由的對面 OK 我自己會 我自己會這樣講 不是所有念者覺得 可能都這樣認為 但是我自己是這樣子認為 這個是我們探討 有更自由 可以獲得的結果 以上展示的是說 哲學家是否尋找各種 概念的定義 對不對 然後我們找定義不是亂掰的 我們定義的定義之後 用一些假想情況 來測試這個定義 是否恰大 這個過程呢 就是我們常 做哲學常常講的 概念分析的主要內容 用假想情況 跟用論證 來測試你對概念的 論斷 是否公正 有些人會說 概念分析只是 自此之爭 是 吵那個定義 幹嘛呢 但是事實上 你對那些字的定義 有所追究 有時候會讓 我自己心生體驗 有時候會讓你在 考察別人想法之後 眼界放得更寬 更容易發現之前 沒有發現到的碼片 比方說 這個也是之前 常出現的 對不對 那 這背後 這背後可能很多說法 對不對 有些人是說 同性戀領養小孩 對不對 那 小孩會價值觀錯亂 那這種說法很明顯是 奠基在某種 怎樣的人可才健康的價值觀商業 你可以說它是 主觀意見 但是 有另外一種說法是說 你看現在 社會上的客觀環境就是 大家要排行東西電 所以 你如果 在班上 同學知道你 你是有兩個爸爸 兩個媽媽 你有沒有被霸佈 這個就 不能算是主觀意見 對不對 它是建立在這個 客觀的事情上面 而且 大概沒有人喜歡被霸佈 OK 那假設我們討論的是這一種 小孩先入境的處境 就是 對同性戀不友善的客觀環境 導致同性戀的小孩會霸佈 在這個時候 這是不是可以構成 法律讓同性 阻止 同性戀領養小孩的理由 用法律來阻止 有些人可能覺得不行 但是 重點是 為什麼不行 對 我們大概很難逃掉說 OK 現在開放這個法律 要迎接這個後果 最近大家可能聽到你了 小孩是無辜的 對不對 這個要怎麼解 事實上有一個解法 它在這裡講的是 有一個原因有一個後果 這個後果是可以預測的 所以我們不應該讓那個原因實現 因為原因會導致後果 但是你想一下 這邊用因果來講這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恰當 問這個問題 問你是警察 你在市市路口 OK 車子洗拔爛了 然後人倒在地上都是寫的 你問說 他為什麼會被撞死 你期待什麼答案 你期待的是你剛剛說 他被撞死因為他超速 或他被撞死因為他喝酒 他被撞死因為 不是因為他 是因為他同燈 這有可能 但是 你不會希望聽到的答案是 為什麼被撞死 就 那個保險桿很硬啊 但是 你想想看 如果 是那款車子 的車場 召集車子的設計師說 我想設計下一款是 對行人友善的車子 然後你們 常常貼了很多案例 舊款車以前撞死很多人 設計師互相討論說 這些人為什麼會死 可能的答案就會是 保險桿太硬 要換材質 你們不要笑 我知道國外之內有人在弄這個 保險桿弄得對行人 更 更不具心路性一點 所以 我們在討論說 怎麼樣 對立了一樣 共通現象 建立原因跟結弱的連結 那是依照脈絡而定的 如果你在車禍現場你是警察 你要知道誰對誰錯 那你想聽到的答案 就不會是關於保險桿的硬度 但是如果你是設計師 你想要弄個 撞到人的比較會慣的車子 你就要在乎保險桿 所以 當我們在討論原因跟後果分配的時候 就某種類型上 他其實是在分配責任 對設計師來說 撞死人責任在保險桿 所以我要改保險桿 對警察 對國家來說 撞死人責任在於 酒駕那個人 所以 另一些反例 讓酒駕的頻率減少 原因跟後果的分配是為了操縱 他其實是一種分二分配 回歸到同性戀領養小孩 我們會說 後果是小孩的大理 那原因是什麼 除了同性戀領養小孩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很顯著的 就是社會不友善的氛圍 你可以選擇說 我們阻斷同性戀領養小孩 你可以用更有監責性的說法 你說政府 我們利用同性婚姻合法的話 跟逆洋小孩的相關法律 來宣示 宣示什麼 就是這個社會認可 認認同同性戀領是正常的 他們跟所有的朋友一樣的權利 那 多少可以期待 政府這樣子的宣示 對於改善 社會對同性戀的排擠 所發出的 大家都不希望小孩子被霸凌 可是 你要選擇哪一個原因來排除 事實上可能預設了 你得到的立場 預設了你先入文書的偏見 那 為什麼我們知道 約一剛後果是有這樣子精緻的分析 你還說為什麼我知道 因為 哲學系一天到晚就是在考察 在考察各種概念 背後有什麼樣子深奧的結構 所以我在看到這個時候 很自然想到說 不對啊 我們就是責任分配 那你還有另外一個方案可以選 我覺得自身做的哲學思考 可以 可以讓我們容易進入的一個境界 我們在考察這些相關想法的時候 可以看得更遠 發現更多不一樣的可能性 那剛剛那個想法 我很久很久以前啊 畫了一個很不禮貌的漫畫來諷刺 是這個 那個時候大家在吵 新交易的謊話嘛 然後可能說 諸多後果實的 曾經邁淫的人身心受創 但是 那些認為邁淫有問題的人 可能就是那些邁淫的人身心受創的原因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在諸多社會改革爭論當中 反動的一方 動的秀辭 是可以不斷重複 不斷重複出現的 我們越 對我們用的概念做越多探討 我們實際上是越了解自己 因為你更知道 你自己是在什麼樣的規則底下 用公安威脅罵人 你更知道自己什麼時候說別人撒謊 什麼時候說別人說實話 所以我們使用的概念 是在了解自己 好論剛剛那例子之後 我傾向引導的哲學 做一點胡說 我們一方面作為一個人 可以利用這些哲學技巧 更了解自己的既有的想法 另外一方面 我們作為公平 我們想要執行更有效力 用同層討論 做出更正確的選擇 哲學訓練 可以幫助我們做到這些事情 何的方 就是讓我們同層討論裡面 使用那些關鍵概念的內涵 更能更清楚 以上是我對哲學的理解 接下來 如果在社會上推廣科學 事實上做這種事情 有時候是要以利相誘 什麼利呢 我們都知道做哲學畢業 就常常找不到要做 但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國內的哲學系很少 用這個來宣傳 就是GRE 美國、澳洲 你要念研究所 你要考GRE 這項是你在這邊 要念大學 你要考 極測 學測極測 類似那樣子 那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們這邊的學測基測是很重 知識量的考試 你要背大堆東西去考 可是GRE不一樣 他們基本上是質疑測驗 他們考你不同字詞的 意義上的正反關係啊 或考你邏輯推論啊 然後考你寫作論說文 那個論說文 就是說 我覺得多太好了 他是更精細的考法 他給你一串話 然後讓你挑 那一串話有什麼 國際推論上面的問題 他是這樣子考的 所以 GRE 對於台灣的學人來說 是一個英文測驗 理論點很簡單 我們英文太慘了 可是 對於美國人來說 GRE是質疑測驗 教授看你GRE的成績 是讓你長在裡面的光 決定要到什麼 考量之一 美國人考去IE考很多年 累積很多的成績資料 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念哲學人考特別好 看一下 這個是 限量年的資料 三大題嘛 verbal 就是考那個 字詞的定義正反義關係 字詞類比 所以是第一名 pontative 是算數 輸給二類 這也是意料之中 那你可以看到說 不對啊 異類還有一個經濟系 才第二名 但是我們知道 經濟系基本上是 假異類 然後 然後 這是論說文 那你們可以看到 至少在美國 哲學系 你考到那些 字詞相關的關係 我考到論說文 分數比 念英文的還好 OK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們 跟我老師學長討論過 我們目前 目前的案外就是 哲學系 他們逼學生去想 那些 字詞的定義是什麼 是有些效果的 OK 讓你有辦法可以 更清楚地去看 那些字詞的關係 然後讓你在建立論證的時候 可以有辦法更淺白 邏輯 關係更緊湊 這是GRE 那這個是 你知道 有些 就是高中他們要 畢業旅行的時候 要付出一些代價 去參訪大學 那高生來參訪 中學大學的時候 西藏就叫我們講這個 跟他們說 GRE 訓練點基本能力 那身為一個台灣人 當然不能期望說 你GRE 念完哲學之後 GRE 就突飛猛進 為什麼 因為我們英文還是太難 但是 這個呈現的是 GRE 給學 哲學訓練給學生的 某些基礎能力 這對於 台灣人 還是沒有問題 這是共同的 OK 這個是共同的 那第二個 書寫 我是哲學佛洛克出身 我在網路上面 有非常多的 論辯 跟寫作的經驗 第一個要是 當然是要 要白話 那要具體 具體的案例 事實上如果 你寫哲學論文很好 你在什麼地方 要穿插案例 是不是要有點直覺的 因為你過太久沒有差 就是前面那邊太抽象 人家看不懂 但是你做太多案例 你也覺得很煩 那我覺得在這方面 寫過後的經驗幫助很多 因為你寫的東西 看不看得懂 人家會留言告訴你 OK 那再來要具體 怎麼樣具體呢 你可以舉例子 那也可以用其他方式 呈現自己的想法 比方說 我前兩年做這個圖 在哲學學的雞蛋糕 我花了非常多的時間討論 如何進行網路討論 哪些謬誤毛病免犯 那怎麼樣回應 會不會再 這個東西我們現在叫做 introgrative 對不對 資訊圖 那是我做的這樣的圖 這個好玩的地方是 有一個start 然後你可以從start開始走 然後你知道說 有什麼情況 你需要做什麼反應 然後裡面雖然有些白蛋糕 但是也是有跟大家交代 相關的法律後果 好這下面也是可以走 走到頂的 然後 甚至有些地方 好像說綠色 綠色最右邊 我告訴你說 如果我們走到這一步 就是要認錯 沒辦法 OK 這是網路討論可能的結果 那在左邊 我解釋說 每一個步驟的目的是什麼 你要判斷跟你討論的人 有沒有誠意 然後你要判斷 你對他的理解 對不對 然後你要判斷說 沒錯他犯了很蠢的錯誤 但是這個錯誤 是不是那種 他想一下改一下 就可以改掉 如果是的話 你應該直接把他改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你這樣可以減少 又不會有戰鬥 對啊 網路比賽 這話已經直接 這個是具體表達想法的 其中一個方案 那另外一個 吸引別人來讀的 哲學書選策略 就是 跟主題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蛋糕上面 非常多 跟生活 跟時事相關的議題 他事實上 連那個 你建教室 自己位子 桌上的 便當盒 該怎麼辦 這個是可以討論的 老師會說 放在你桌上的 你就要有責任處理掉 但是為什麼 如果進行一些 路面學的思念 會發現 搞不好的答案 可以是相反 當然在信行一些思念的時候 重要的是 裡面的過程 我們檢測使用的理由 是不是恰當 那 結論是否就是那樣子的 當然還是都 討論空間 再來 很簡單說下去 在台灣 面臨那個 推廣知識困境 不只是 念哲學的人 做科學的人 也是 像是探科學人 但他們有很好的優勢 就是 土面貼不完 對 但是 我們做事很明顯 因為 你知道 哲學家 那麼長的體痛 太想看到他們的照片 存在那個 臉書粉絲頁上面 那 這種情況下 我要怎麼辦 我們討論人缺 我們拍一個人缺 的照給我們 有點困難 你可以用一些攝影技巧 就是 好 攝影 攝影藝術的方式 去呈現 然後做攝影現場 但是 這個畢竟還是 畢竟還是困難 所以應該怎麼辦呢 我自己 置身儲畢的經驗就是 我把有趣轉換成 白藍 來化解這個問題 有數理呢 更加擅長的就是 語言跟思考遊戲 那這些遊戲 有時候的荒謬之處 可以用圖案顯示出來 像是 好 最近都是 各位陳佳根 這個遊戲 這是超級英雄的 木集超級英雄的 然後你要跟櫃台小姐說 你有什麼超能力嗎 然後超人就說我可以飛 然後所有人說我可以打雷 然後同性念說 我們結婚可以攻擊家庭價值嗎 事實上我之前做了非常非常多這種 那 那個圖形有兩樣效果太驚人 最後我主機就爆掉了 我為了讓那個 哀求廠商讓我主機上線完 我來辦那個獎座來抽籤 後來主機 那個順利上線 但是 最值得注意的是說 這次擺爛梗的錯 然後他有些梗是很沒有禮貌的 他唯一的功能點就是好笑而已 但是 你如果看前面那些哲學討論 你期待的哲學討論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每個梗後面是要復文這樣 像字章後面是這個 很像圖後面事實上是蠻長的文章 因為圖只是吸引眼球 吸引眼球 然後我們希望 被那個白蛋圖吸引進來之後 可以多少看一下下面相關的討論 這個才是我們希望可以對公共討論 有所貢獻的地方 那事實上這種白蛋梗被用在書裡面 先給一個例子 這個 但是你知道 這一篇是在談什麼嗎 它是在談 科學預測的結構 科學預測 你在行座做預測 科學家為做氣象預測 它這個預測的結構會遇到很多困難 那你可能問說 為什麼要取這個例子 它就真的只是白蛋梗 其實沒什麼其他例子 但是 我自己還沒有自信的 這本書因為這些白蛋梗子 應該是全世界 對台灣來說最在地的哲學書 會辦一些實體活動 然後我跟我同學組成這個 簡單哲學的實驗室 幾個哲學研究成 我平常做這些事情 辦講座 頒講座 也會辦 也會辦營隊 因為 我們自己要花時間準備 然後有開支 所以這些活動都是收錢的 但是 就是因為辦這些活動 讓我知道說 在台灣真的是有點願意 願意付一點小錢 然後來進行哲學思辨 來學一點東西 像我們之前辦這個 也是有點淺的 只是你看那個圖案 看 圖案跟字看的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大概可以感受到 說自己老的 面對現實吧 我們都老的 這是在宣傳這個 沒有大地遊戲的2013 涵價錢單哲學衣 我們一隊的特色就是沒有大地遊戲 然後 因為 這個特色到最後變成招生廣告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那些大學 都要辦大地遊戲 所以辦一隊到現在 笑笑的 行就對了 我們提供是類似這樣的課程 你可以看到是非常 非常入室的 這個討論 性交易合法化 這個討論案的特色 政治正確 政府的正當性 你知道有人 有因為這個 這是一個那個臉書廣告 不是說臉書廣告 就是臉書相片的圖片 然後大家可以分享 然後附個幫我們連結這樣子 有人因為這一張 去那個以色列外交處投訴我耶 然後那時候我很高 就把他 就把他 嚇嚇這樣 不過我後來發現 我後來發現 他為什麼投訴我 因為他以為 這一張是在罵國民黨 所以我想 那個時候 就算外交處連弱 我應該也不會有事 就是 就是 網路上真的什麼人都有 好 就是這一張 奧德修辭 好 這一張做 每年數字都有在增加 問題 然後最後 經過這些 通往哲學的經歷之後 我自己學到一些東西 我剛說 但我有一個人件很高多的 然後 粉絲頁 戰術還不錯 我說一個書 還有 最右邊那個代表是 我拿到我碩士學位 你還沒寫嗎 我還沒寫的是博士論文 我希望 下次來講的時候 是五個圓圈 然後現在只有四個 為什麼那跟碩士論文有關係 我不知道其他戲所有狀況 但是 我們戲上教授常會跟我們說 你寫作業 你寫到要 詳細清楚到什麼程度 最嚴格的標準就是 你當高中生看懂 OK 但寫碩士論文 你不能用 不會寫那麼詳細 不會寫那麼白話 因為那是 學術著作 可是你想想看 以下哪件事 比較容易做到 寫一篇東西 讓你的老師看懂 跟 寫一篇哲學的東西 讓高中生看懂 後面這個是寫著的困難 如果連高生都看懂的話 可是 如果連高生都看懂的話 你知道教授應該不會看懂 如果你知道教授看懂的話 然後 放這種狀況是建議你換指導教授 所以 在網上面寫哲學 其實 那環境是蠻嚴苛的 因為 網友跟你素妹評審 但是你講話都很難聽 你知道 寫什麼東西讓他誤解的 那個留言是很尖銳的 可以往上呈現出來 所以 你如果當 你如果當過一兩年的網路博客 危險論文 危險論文 或危險作業 那個負擔是減少很多的 再來 這張呢 這張是我兩年前 在檢單哲學講座 介紹什麼是性變態 你知道很奇怪 我哲學家討論性變態的第一是什麼 他真的提出蠻有道理的說法 但這不是今天的重點 今天重點是 你看這張 這張簡報還蠻單調的 這是我兩年前做簡報的樣子 然後 在接了兩年的推廣活動之後 我簡報風格變成我現在這個樣子 那事實上 我學到 我從哲學推廣的簡報學到很多 因為 你知道哲學通常都是講抽象的東西嗎 那你要把它 用那個具體的圖案來顯示 事實上是有難度的 所以在簡報的編排 拍板 內容設計上面 分砍是蠻高的 所以經過試練之後 我可以用簡報軟體做這種案包 可以做這樣子 後來跟 我半開的簡報講座 人生第二槌 在我做簡報的最高峰 我可以用簡報軟體做這個東西 就好 就好 知道 演舞台 成本 演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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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大家 感谢嘉安这么精彩的演讲 嘉安真的是很奇葩 非常天才的 因为我们很多 我觉得台湾做这种 info graphics做得最好的 可以做得非常棒 可以把很复杂的哲学概念 很简单的方式 很亲民的方式传递给各位 那我就我自己本身 跟我大学不是念哲学 就在台湾没听过哲学期 我到美国才念哲学 因为我在台湾我根本觉得 哲学是一个很不sexy的学问 我做实话 可是回到20年前念大学的学问 在你周边的哲学老师 念哲学系的同学 那你觉得哲学是个很无趣的东西 可是后来跟我年纪大了一点 其实哲学是个蛮sexy的东西 不过这个特点 真的在嘉安真的可以看得到 他把哲学跟你很sexy的学问 这是他很大的一个贡献 那我们希望等一下过一点时间 各位朋友跟嘉安过一些互动 所以我们就开放各位提问 那提问的话 请每个人简单扼要的 陈述自己的问题 最好不要超过20年 好不好 有没有人愿意 提问好 第一位 我们先收集几个问题好不好 第一位 然后 还没有 第二个问题 好 第二个问题 我相信第二个问题 问题会越来越多了 那我们先请第一位 这个 不用问我多问题 OK 好 这个 第一个问题 参与主任都够了 最后呢 你都发自我多 那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们说 知道我的 直觉是不可能 你提到我们在 今天 这两次的 结婚的时候 我们很靠多的直觉 然后像 心理学家 Hike 可以大声一点吗 心理学家Hike 会跟我们说 我们是先做到的判断 再去找一遍 像心理学家 心理学家 不可能说 我们的靠的直觉是可以 可以扑倒 那样子 这样子 我们如何可以 保证这个 方式是可靠的 第三个问题 嗯 我们又假设说 我们要促进 多余的家庭 那样子 你说 我们可以先开放任用 然后用这个方式 来宣誓说 我们有这样 甚至有这样的倾向 所以我应该接受这一遍 这样子 是不是 算是 我们在 把小孩当工具 然后第四个问题 嗯 你提到说 哲学系的学生 在美国 有趣外力成绩 有两科是高于其他的人 嗯 这个 我们可以 试用在台湾 方说 当 我不知道中阵怎么样 等下了 从我出来的时候 我们半点时间 在那边中号话题 教程之类的 所以 真的 比较被中队掉 所以对我非常清楚 谢谢 你好 因为刚刚有提到那个 在公共场所 然后的一些那个行为 那我就想到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当时在那个高雄的高铁上面 捷運上面 然后就有一对 好像是网友本身 然后就是那个女生就是 男生的那个外套盖住他 然后他可能在做某些动作 然后就被 好像被说什么事 公然委屈还是什么 公然委屈还是什么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是在一个 好像是一个那种快餐店吧 然后就是也是有一对年轻男女 然后他们 这次可是没有遮住那个 然后 那我是觉得说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很难去界定 因为他们那样私密的行为 在公共场所 然后其实有可能会造成其他人的不舒服 就是会很久 那可是又有一派的人说 那个是他们的自由啊 对 所以我不想说这个部分 我们应该要怎么去检视 谢谢 所以那个 第一个问题是 坐我的片 坐多久 坐多久 24小时 好 动画24小时 然后配乐的时候 所以我决定说 他坐大概8小时 好 好 好 第二个问题是 好 直接不可靠 我觉得 这很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跟别人讨论 对 我觉得 那 在进度公共讨论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 议设 比方说不需要预设 什么 有真实存在客观的 造成真理 我们都可以同意说 我们可以接受到的规范呢 就是我们 协调到最后的那一个 类似这种 比较实用派的说法 那像刚刚那个问题 每个人知觉不可靠 没错 可是如果你觉得 我知觉够怪的 你可以知出来 那我们事实上 我们事实上 不需要同意说 我们要有很准确的 直觉 然后一直到每个人 直觉都是要是正确的 然后每个人 每个人 直觉是投射到 同个道德系统 然后我们才能说 我们要就是每个 我们大的系统 可以是一直变的 然后一直因为 有有意义去修改 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 要不断讨论 而且不能有些重要的资讯是 比方说 好啦 比方说被顾佳人 那样子的单位 所争辟 这是我对 到了讨论的 看法 然后第三个是 第三个是多元成家当中 如果小孩没有同意 我们可以想 就是 让他自愿当成 当成工具 的疑虑 对 是 是当成工具 没错 但是我觉得 从实际点的观点来看 我们并没有 我们并没有如此在意 是否把人当成工具 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真的要避免 把人当中的工具的话 现在很多法律 都要大幅度的修改 那 我事实上有点担心说 如果不能把人 或小孩当中的工具的话 我找不到 任何一套 福利系统可以用吗 我觉得我可能有状态过 但是我同意说 可能还是要评估 我觉得是要评估 政府券施带来的效益 跟那些小孩 实际上 可以受到压力的比较 但是 你可以想到说 就算我们 通过了 可以收到 那如何保护那些小孩 事实上是有很多 配套措施可以做的 那这些配套措施 这一个执行 事实上是对性别评选 更进一步的诠释 那你可以说 是我太天真了 我是乐观派的 如果 目前我们可以想到的 是这样子没有错 第四 GRE 要评伙用 你是 台大腿 至少我可以确定 对众生使用 对不对 那 我觉得 我觉得是 我们会分出好 念分析 念误物 念重则 但是我觉得 其实真正的差异 是在 教学方法 你可以想像 如果我们真的去研究说 好吧 公司这句话什么意思 他 他这样子 道德原则 有没有可能有什么 可能的问题 中则是可以这样子教的 就是现在老师不这样教 我也没有办法 所以我最后只能说 我觉得 中正 对于刚刚GRE 呈现出来的效果 我觉得是 其他学校我不敢讲 好 谢谢 好 谢谢 GRE成绩在美国的状况 大致成立 因为美国的大学部的教学 是很多元 而且他们念哲学 大学本科修复资学 他研究什么 是念哲学 很大部分 美国哲学系学 像我念的学校 哲学系学Mb 他们念什么 都在念法学院 因为美国的法学教育 就是大学部 他们都是到所谓的硕士班 才有所谓的法学 那今天 学哲学呢 有个很大的优势 他的分析思念国籍很好 所以 在美国考法学院 就需要考NELSET 另外一套 入学考试 那 念哲学的问题 就特别高 所以很多美国学生 很喜欢念哲学 因为对他申请Low School 是非常有帮助 那这是在美国的状况 那我们希望台湾也能多福祉 但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我们希望 真的我们的哲学教育 能够训练大家更锐的思辨 以及更深入的阅读习惯 因为我发现台湾的哲学系学 可能阅读的习惯 不一定像美国学人 那么一样的功夫 这样你再呈现你的GIE考试 一定很大的优势 这是台湾的状况 我们再继续请各位朋友 第一位 第二位 哦 喂 这是我难得记得的 对 因为 我开始问你 高解口交妹 我记得 好 高传结育 然后 外套遮着 对 然后在餐厅 有没有遮着 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是 那遮不遮着不是重点 因为重点是 如果你是看说 有没有遮蔽 的话 事实上周围的人都知道 他们在做什么 而且那动作是看得到的 所以我们如果是考量说 我要保护 用小心力 帮助我的 我觉得 外套遮着是 于事无补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问说 你每一次要心理创伤的自由 跟他们在监狱上面做那些事情的自由 比较重要 我觉得 进到这一步是有建设性的 因为我们终于 在道德讨论中 可以把两个自由拿来做比较 你可以想像 在我们刚刚讨论功能威胁 如果你把它定成说公共空间 就是公安威胁 那根本就没有什么 自由侵害自由的问题 完全只有一个 空间拥有者 要知人入罪 如果自由跟自由 怎样选择 我觉得是很难讨论的 但是 真的在那种Case里面 那也是我们必须跟对的 好 在这里可能没有办法 对他们 不好意思 谢谢 谢谢 好 那我们再开放下一位的问题 好 你看第一位 第二位 好 然后第三位 然后第四位 我们先 先开放四位问题 来 现在可以一问一答 你想一问一答 是不是 对 你刚刚发现我 对 其实我自己也常会放进去 OK 那好 那我们就照这个顺序 所以我们一问一答 OK 那我先请一位 嗯 我想问的问题 先第一个先取一个有趣的意思 那个 坎坎诺安诺尼的 紐文尼克队的03T的球 坎坎诺安诺尼 的结差成功率 在数据上面是验证的 可是在印象当中 是 超比的 大家所看到它的 关键时刻球 交给它的成功率 是 让大家印象深刻的 然后 在后面再延伸出我要的问题 就是 那个 生脏者性的疫情 无关系 台湾 长期四十年来 生脏者性跟家庭的疫情 展现了扭曲的变化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就是 一个智能障碍者的 父亲 为他去取了外籍新娘 结果造成乱伦的 惨剧 但是 台湾生脏者性的需求 是被压抑的 在台湾的价值观 是被压抑的 我本身是精神障碍者 多重障碍者 我还是问题 但台湾的 思想价值观 是没有做解决 是没有被正视的 我的重点 重点是 在后面这一个 前面只是 我的一个 哲学的一个例子 来玩玩 OK 好 谢谢 你可以回答这问题 好 我先回答中间那个 就是 我觉得我认识比较 这个问题 那一个比较清楚 身心障碍者性的需求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现象 就是在一个 对性保守社会 会出现 会出现的问题 事实上保守主义 保守价值观的 副作用很多 比方说 中国古时候 如果妇女被强暴 她大概就自杀了 为什么 不是因为被强暴很痛 是因为被强暴之后 你要接受社会的压力 社会压力的副作用 那事实上 类似这种 类似这种保守价值观 它是 你可以说是把 一个人生 怎么样才是好的人生 的想法 加注太多 在你四周的人身上 比方说 现在有我们去定义说 跟同事性交人生 是有缺陷的人生 可能这种想法 常常听到 那 类似的作用 也会呈现在 方说 我们要讨论说 谁的性需求 有政府可以如何满足的时候 正在台湾现况下 居住是无法 就是 连坛都很难 被拿出来 坛的问题 那为什么 为什么很难拿出来坛 其实 只是因为有些人不好意思 那你去问说 满足别人的性需求 比较重要 还是让你不要不好意思 不要重要 这 我觉得这个是高下离开 但是 台湾现况下 社会氛围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我相信也是 最近很多改革的运动 包括 我是因为有法化 要致力 去 自己去改变 的一个状况 我想问的是 你认为 你的公众是什么 公众是什么 读者之类的 还是说 我讲社会大众的时候 社会大众 你怎么想像 你所认为的公众 或是你对话的对象 那些通常是跟我打比较的人 但是 但是 我觉得 如果要我定义公众 就是比方说 我常常讲说 公众讨论 怎样变得更好 你如果问我说 我是在对谁讲什么 是不想谁 我想说的是 所有在台湾有参政群的人 或者即将要运用参政群的人 你可以想像很广吗 现在的成年人 以及学生 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 吸引这些哲学的思考 让大家对我自己的概念 更应该 在讨论议题 或讨论价值观议论的时候 就更容易被遇到 大家更容易做出 正确的决策 我会有一个更强的问题 就是 我们有政治义务 保持自己的脑袋清楚 为什么 因为没有投票权 我说脑袋不清楚 我做错自己的人生抉择 后果自己先带 不过投票权 那还会先数头头跳 后果带到人身上 好 感觉多 如果找到第三位 是这样的 那个 不然今天一天我在 健身不约的那一宿 然后在房屋 不然一间就是 也被到处过 只是去看 发现是有利 也是在房屋 建议那种事 然后他有夾背 然后他就是 又好像有点痠 然后后来我有点小 受不了 然后我就离开了 所以我突然间就有一种废论 我想说 这也是他愿意的 可是 而且他也有运动的需求 可是 就真的是造成了一个 一点不舒服 然后 就 就 就让我 反过去想说 那就是 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 不要怎样做 才可以解离我 心中的那种 这个不舒服 感觉 谢谢 如果你也找到一个 补助 无臭手术的机器 会 捐钱给他 通常 通常我们的慈悲心应该 就有感觉 会在你碰到实力的时候 被提起 防塑度变的乞丐 但是你对社会有点尝试 你知道 那些情况通常 不是你释放 慈悲心最好的情况 因为乞丐可能是假扮的 因为你先给他 你先给他一百块 可能对他人生 有没有太大的帮助 但是 我们知道 这些不幸 背后上是有制度的成因在 但是 我们在街头 被激起的一时 那一次对心 事实上对于 鼓励我们去改变制度 没有太大效果 那 我觉得这个是有时候 进行一些对决讨论 会有的心得 就是如果我们 如果我 如果我要让社会更好 我有时候该做的 反而不是 就是依许 我的罪恶感跟慈悲心 去做 去做事情 有时候 有时候要 拉一趟 那像你刚刚碰到 很具体的情况 你醒身 你可能觉得说 我刚刚站起来的时候 我照顾上的朋友 也很怕感觉到 而且他感觉到 然后是因为 让他的味道 残重 然后你会觉得 有罪恶感 嗯 老实说 如果是我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带会像你一样 骑身走 我 看看 等一下是 上网找一下 的朋友 自己会 不好意思 我 那从前 可以 会算是一种 骑士 我觉得不算 我觉得不算 对我来说 骑士 应该是 应该是 更有 更有恶意的 就是你 你骑身走 不是因为 你觉得他人生 不值得 或没有差距 所以 是因为你知道味道 你觉得不舒服 那你应该很清楚 他有那个味道 很有可能 不是他错 那我补充一下 我觉得骑士的话 定义很简单 一定要牵涉到 权力义务的人 可以发现 我在骑士 可以例如说 OK 例如说 50岁以上的人 没有参政权 你过去他的right 那这是什么骑士 那 例如说 我不喜欢 假如我举例来的 大家不要 假如我不喜欢 私事座的人 我一辈子 不跟私事座的人交朋友 就算骑士吗 其实那是个人的偏好 每个人可以选 有这个生活方式 我没有剥夺说 台湾世尊 不能够 当正常的 不能够大人家 如果这样那是骑士 OK 那第四位 各位好 那先谢谢一下 直接 杰安署长 就是 我是今天不小心 进入这大折修 咒诺的人 那很感谢 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讲法 有让我可能 稍微会爱上 折修的一点 先谢谢 谢谢 谢谢 那我这边大概有两个小问题 想要请问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 就是 那 在 照刚刚学长有解释过 就是 如果 今天不像中正一样 有 比较好的环境 去让我们进行这些 分析哲学的东西 去训续思考的话 那你觉得我们在 像是正大 正大哲学这样的 也有关系 没有问题 就是 试着也让我们能够 从哲学中 获得一些东西 就是有一些感触 我都比较好奇 就是有什么样的建议 比如 预论是这样的东西 可能也有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就很简单 呃 因为我本身身为 就是 我在高中有一个论论 目前也在跟大家论论设 所以我们很好奇 许长对于这个 辩论活动 连接 看法 跟有没有一些建议 这样子 谢谢你们 解释你发言 要引起正大 跟中正的正大 好 首先呢 考虑到中正的 第一位置 跟交通机 我不会说它是一个 好的环境 我会说它是一个 分析的环境 对 这个是 这个是口味问题 OK 那 你是念研究所吗 我是大义 你是大义 对 那我觉得 嗯 我觉得 我觉得算是喜好选择 就 只能建议你这样去选 你比较喜欢的课 你如果觉得真的不行的话 想办法考台大 对不对 因为台大 台大分音哲学老师 会不算少 对不对 增大可以转考台大 是吗 还挺可能 大概有四五个 大概四五个够了 大概四五个够了啦 呵呵 你可以考证据考 对啊 你可以考上去考 你可以考上去考考 可以考考 然后 欸 第二个问题是 对辩论 辩论 辩论 我高中也是辩论社的 那 我觉得在 在高 就是说 你的思辨能力成长阶段 差不多高中 高中 高中到大二大三那个阶段 辩论是很好的训练 但是 我觉得 顶尖的辩识 它真正厉害的反而不是 反而是 反而是著重在思辨的部分 可以知道辩论有很多美教 是要去 有很多技巧是要去学的 所以 如果是把它当作一个思辨训练的话 我觉得辩论度能力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是没有必要转眼到变成一级辩设 然后我们再开放的话 我们 中间的 右边 对 我们的老朋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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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我其实刚刚记得就是 你从我旁边都有一个问题 我先回一下一个方案 就是 杜嘉恩 刚刚有提到做歧视 跟你讲是更有恶意的 比如说他人生 不值得 但是刚刚主持主持人 也讲到 歧视是 你对他的权利进行的一些感受 那我觉得 在现场 我就有出现那种概念 是公共的现象 那到底什么是歧视呢 因为像我 我坚持不跟习族的人交往 但是对我来讲 我很明白就是 对我 我自己对那些人有歧视 这需要我去谈哪些事情 那到底要怎么去练义 然后再来就是说 刚刚 那个 简报上面有讲说 就是要了解你使用的概念 然后我蛮好奇的是 就是住家 你怎么去练试 存在在你演示中的价值 那那些概念 然后你怎么去选择 那些概念 然后成熟出你这里的个性 其实对这个路径还蛮好奇的 然后再来就是 这个路径当中 你觉得你追求的是什么 是适用于所有人的真理 还是你觉得你想要 能够获得一个 更对这个社会更大一点 认识 是你所在意的是什么 大概是一个问题 好 第一个奇事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我跟吴老师的回答 刚才是着重在 歧视行为的那种变相上面 那 我很同意吴老师 把歧视定义行为的 正式表态 我觉得我认为说 我们些人 没有民间权利 这可能是 我在歧视他们 但是 为什么吴老师 我在猜 我在猜 吴老师这样讲 可能是因为 他比较偏自由派 但会是自由派 你偏自由派 会有什么后果 就是 你在说别人有道德瑕疵的时候 你会尽量小心 当别人做出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的时候 你刚说 我主张某些人没有某些权利 他才会说我是有道德瑕疵 那你说别人歧视 很简单是在指责别人有道德瑕疵 对不对 但是 你换一面来讲 我在这场生活当中 常常会因为别人做一些 跟工学历 义务无关的事情 觉得套上有一些歧视 行叹 你刚说 他说 我就是不跟简中交往 类似这种 好 他说 我不跟私立学校交往 这比较像 对不对 那 这个算不算歧视 我觉得 有时候我们在做哲学识变的时候 会陷入一种营造 就是 对我来说 我只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两种状况 跟某一个特别概念的关系 但是有时候 陪伟我都很想 你为什么那么注意 要去判断这样的状况 符符合没有概念 是因为你要判断这样的状况 在道德上是好玩还是坏的 其实 公安猥亵 这一次很好用的概念 协助我们做判断 但在有时候 我会觉得 稍微把问题推开一点 站到更远 直接去判断说 这种行为 你有哪些理由 可以说他有道德下次 反而是比较 比较有效的一个方式 那 比方说 我不跟私笑的交往 你可能会说 你真的蛮自大 自私甚高 可是这算不算道德下次 其实蛮难讲的 OK 但是你如果说 有人主张说 私笑的应该要 获得他们的投票权 这应该就算是 你有道德下次 因为你对私笑的偏见 已经影响到 你认为他们 应该获得什么样的 政治权利 OK 第二个 第二个问题 我其实觉得有点难 你是要问我 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 类似 类似吗 我刚刚讲我是很自由派的人 所以我的概念就是 我觉得过得爽就好 你可以问说 你为什么有写Blog 你为什么要 你为什么要 你为什么要在Blog上面 弄那么多摆烂的话 我当然可以说 我希望 这些讨论有助于 公共讨论的进展 但是你可以去问 你为什么希望 台湾社会 公共讨论变好一点 最终最终是回到 我觉得在 那一种愿景 那个社会里面 我会过得比较舒服 我相信 到会的人 跟我有类似的想法 这是为什么 你跟别人谈的愿景 通常有时候 有创业支出 大家想象 你想不到的社会 有时候是蛮智能的 那我再补充一下 不好意思 想一两句话 所以 其实我们 根据我们的知识 其实有不同的定义 但是我相信 我们经过讨论之后 可以把原本 比较模糊的电影 慢慢的聚焦情绪 然后我自己去看 把其实 比较定义的 比较狭隘一点 不要太放大 其实英文叫discrimination 其实区别不同而已 经济学讲discrimination 那不是歧视 差别学家 为什么军警票比较便宜 学生票比较便宜 就是差别学家 那这叫discrimination 所以我只欺骗那个差别 可是差别的对待 到底背后有什么样的重要理由 这个理由是有瑕疵的 那 我觉得 如何把其实 被那个有意义的公共语言来使用 大概有用的工具来使用 我是请在把它限缩 在我们在进行公共讨论 它是有用的工具 如果把它放得很大 那我们随时都会撞到牆壁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进行很有效的沟通 所以我在想象里 把它定义到 我们说一点点 那我们简单的补充 那下一位朋友 好 中间这一位 好 我有三个问题 我可以一个一个问吗 第一个问题就是 关于GRE的分数 那 我很好奇是 这个GRE的分数是 读那些科系之前测出来 还是读那些科系 读完或者是正在读的学生测出来 那接下来是说 这个分数 我们有什么理由 我相信说这个分数 反映的不是说 GRE分数高的人 才会想去念哲学系 而是 念哲学系之后 让你GRE没有高 所以 有问题 先开放一个问题 好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很错 先回答那个 关于事实的 GRE是在你考研究所的时候 去考 所以 应该 我猜到应该是 大三大四 或毕业生 去考 OK 那你可以问说 有分数 有分是相关性而已 对那个特别聪明的 本来就请家 有一定的哲学系 然后考出来才会有那样的可能性 这当然是可能的 但是 我觉得 我有时候觉得说 这个是面对那个状况 心态导致的问题 就是 如果我们期望 如果我们期望 批判思考 跟多极推理 是可以教育的 是可以教育的话 那把它全市城市 进入哲学系之后 获得那些多余的训练 是一个比较恰当的说法 那也有可能是 只是相关性 那这个可能需要更多的 对照资料 可能看得出来 我同意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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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有其他的 那我 等一下 我们是这样 我们先试着上更多的 好 尽量就是说减停 不要有些丢四五个这样 OK 中间那位 那位 我想问的是 刚刚讲到一个正大的 的体力争议 那个情况 我也对实际情况 不是很了解 但是你刚刚提到说 他是用公共资源 在广华各个人的意见 然后 这样我想到说 如果 我支持 呃 会因你全多元成交 但是 我不想到说 如果 如果有一个 各种不一样 一件的人 在那个场合 表达他的立场 那会增加很多 讨论的机会 那更有光是 他是公共成正习嘛 所以也许 也许 跟学生来说 不一定是不好的情况 再来就是说 如果这种 其他在 他在 每一生每一秒 他的终点 可以都是公共资源吗 那他都不能 不要胎了吗 他都不能 就是去 抢任何的 任何他的想法 谢谢 OK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 那 我会怎么 我会怎么解读这个问题呢 我之前其实想过 我之前其实想过 那一次的情况 就是 老师呢 不能在课行上面 推广 推广自己的价值观 你去想个问题 就是 你不会允许 你不会允许你的医生 或者你的 信用卡客户人员 有机车维修人员 告诉你说 正确价值观应该怎样 我觉得老师 不应该获得这种优势 因为老师之所以成为老师 是因为他们在 各自的专业领域 所有专记 他们的专业 通过 通过政府的经验 但是 这是否代表他们的 价值观跟宗教 也一起通过政府的经验 是 不是的 就是说 老师在 至少在公立学校 老师在公立学校 很强的东西 他应该仅仅讲一些 教育部 允许他讲的东西 教数学 或什么什么 那 有人可能觉得说 你这样要求太严格了 但是我觉得 这个我才是对 各行各业的发言权 拼得很对待的方法 当然实行起来 也不太可能 就是说 老师在 看法上面跟学生说 我最近 转换重要信仰 我觉得人家过得很好 然后各人就会带走 竟然很可怕 那系列上怎么出力 我自己是蛮保折太多 我不觉得这有很坏 但是我不觉得 老师比起其他各行业的 在自己的办公时间 能拥有更多的发言权 当然我可以同意 老师可以在课堂上 带学生讨论走出来一起 或讨论说 同性恋是不是自然的 但是 当老师这样做 他只能是把它当成一个 思考训练体育 或是在本学生 就是单纯的叙述 走出来一起的历史 这个是OK的 所以 这就很像是说 之前有同学会说 啊我们就是念了很多 中华文化的基本教材 我们不觉得有GIAE 那个效果 教学的方法的差异 如果老师开 又去看思考的课 他说 我今天要用同学来 几张例子 但他当然是可以用的 但是 在教学的时候 应该要紧手跟吹 所以就把我当成 一个思念的例子 好 那 有没有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这个问题 谢谢 各位好 大家好 刚才有听到一句话 就是说 要外比较 比较不会去 指这边的道德瑕士 其实我也不会去 不太去指这边的道德瑕士 但是我想知道就是 为什么我用派 不会去指这边的道德瑕士 我就不觉得是自由派 不好意思 我是说自由派 不好意思 那如果换成自由派的话 你的疑问有解销吗 有 有 有 好 OK 好 这问题贴缺 好 绿色贴缺 没有 没有 不好意思 就是 请问一看就是 请问 德学的定义 是建立在哪个的上面 可能是 個人思想 还是社会大众的 你的评论 还是政府给的 还是别人 就是跟你所说的 就是我们在 很堪的定义的来源 对 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面 你是说 历史上 哲学哲学的 被 被 划分 对 就是 它有正确的答案吗 还是就是 人的思想 你是说 鑫定哲学哲学科 有吗 当然是有 不然 教育部就不知道 哪一个哲学系 哪一个课太超过了 所以 这个是一定有的 那 这之中 可能牵扯了非常非常多 不能 在这里 跟各位分享的 学术秘识 但是 规则是一定有的 那 这一规则 可能是 它一定是有历史的 它一定是有历史的 不然 比如说 中国哲学 欧路 英美分析 都是有历史的 那 我觉得这样才能花太多时间 但是我在这边 就是 稍微 稍微可以的方向 就是 依循各种 研究传统 的历史 然后 大家会知道 就是 那些研究者会知道说 好 你用这个方法 研究这个题目 那你是我们圈子的人 類似这种 分配方法 这个我可以做个简单课 其实 加上为什么 很难做 其实这是很大的 这是很困的 很难度 比如说 像黑格的关系 哲学是什么 哲学 就是哲学 你把两千多年哲学 这就是哲学 那你怎么定义得出来 很难听 因为如果从这个角度 可以一个这样的角度的话 哲学是一个 thick concept 厚实的概念 不是简单的定义 都变成thick concept 很薄的概念 简单的讲 一句话 两句话 就是什么叫哲学 它是很thick的 很浓稠的 它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去理解 那我比较倾向 哲学 它们就是一个 人类对于真实的 探问的问题意识的发展史 所以2500年前 问的问题 是跟我们现在不一样 可是中间 会不断的改变 那其实哲学 就是这样一些东西 所以很难问的 很简单的方法 就跟我们一起看 它是有难度的 好 我们再开放一个问题 好 这位 好 我想起了一下 Yu 你会合和一个 国中生 对话 假设他挑战了少规的话 你会怎么跟他对话 我以亚裔是说 你刚刚讲说 是在高中的时候 你想开这样的课程 可是我的感觉 是我察觉很多 国中生已经变呆了 所以你觉得应该是要从国中开始做的 我觉得很妙 譬如说 那个校哥如果规定 不能订外面来的饮料 那就直接在悬面前 直接把那个手摇杯的 那个上头的那个塑胶某线开 直接在你面前倒掉 你订20杯 或者是倒 20杯 那或者说 也不能外订餐 很多很多 75万的那个规定 那个外套那边 要一样的颜色 温度超过几度以后 才可以穿自己的外套 类似像这样的很自适 你怎么和这样一个国中生 来聊走 这些规定 他用的都过关 还可以在学校存活 国中生要违抗 跟国中生要跟校方对抗 我觉得 除了哲学训练之外 还需要很多其他的东西 你知道那个 有时候是需要一些 比方说 我道德勇气啦 是不是 做到的哲学人 你现在只会有道德勇气 所以我就要很多 多元的训练 但是我可以回答 我们是有时候 跟国中生对话 因为 训练暑假 简单哲学实验是 有受邀到先属一样的国中 去带国中生的哲学议队 那个一场大概是三天左右 然后我们教一些 其他的逻辑啊 然后教那个 我帮门上是科学 跟微科学 盼水 拿什么当例子 去拿星座 怎么弄呢 我那时候有个玩法 蛮有趣的 跟小朋友宣布说 我们今天非常幸运 因为你们知道 台湾有一个 新向师协会 我们今天请到 那个协会 最准的新向师 要来把他们 对这一年度 各星座的运势 跟你们分享 然后跟他们说 这毕竟是哲学课程 我们要用这个分享 测试一下 那个星座运势 是不是准 所以待会我们的 新向师助手 会发那个 你的星座的小纸条给你 每个人拿到小纸条不一样 你拿到之后呢 先把自己看了一下 藏起来 不要让你旁边知道 我们是什么星座 然后我们等一下要来举手 OK 那每个人都发 每个人都发到去了 小朋友拿到自己的小纸条 问他们说 好 你现在先看自己的小纸条 你觉得 他们写是不是准 大部分的人都说超准的 那再跟他们说 好 我们现在把其中 一张小纸条的内容 放在上面 那 你如果是拿到那一张 你就举手 然后我们让旁边的同学 就来猜一下 你是哪个星座才能拿到那张 拿上去之后 全部都举手了 你知道 就是 星座运势有时候有些技巧 当初说 你呢 你这个星座的人 虽然不缺朋友 但是有时候 你还是难免感到很孤独 博物生上社会经历 因为我们能够丰富 然后跟他们对话 就是要用这种 他们生活中可以掌握到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今天给他那小纸条 他明天同学信多杂志 你可以拿来演练 就是看这些东西写的 是不是都跟那个小纸条 上面是同的一样 是 我们是这样子 你跟活动相对吧 好 好 好 阿姐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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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欢迎 就是 在公共 常常呢 直接讲 就是发表个人的那种想法部分 我个人呢 现在想要请朱老师帮忙 看一下我的想法也没有错 就是 我觉得这很 这就是延伸到教育这个东西的特意 我个人的想法是 我把它分类为两个 一个是既定的事实 这个东西 另外一个是个人的 延伸出来的想法 可是 我又 但我后来慢慢想了一阵子 我反而觉得 我们现在认为的 这个既定的事实 其实 把它追溯到那个时间点的时候 也是从某个人的 衍生出来的想法 最后一直不断的被验证之后 才得到结果 可是 就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是 我们彼此互相验证对方的 对不对 以及那种这个事实到底 最后是不是正确了 然后我得到的结论是 教育其实是 将一个人的那种思想传达给 下面在听的人 然后希望让对方能够得到共鸣 或者是 进我方面也能叫做一种传承 我觉得 呃 我是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那朱老师好 朱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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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同学讲的东西有点多 我在里面 我从数据给我抓到的 我抓到的点 一个是 我们了解世界上面的事实 是 每个人透过你自己有的那个感官或主观 去观察个诠释 然后最多者跟别人互相验证 这部分我听起来觉得还OK吧 然后你说教育是用传承 然后把自己有一些东西给别人 需要他获得很公平 我想更重要的是需要他学起来 那这部分我也觉得OK 那这样子我要让你多一提 好 好 OK好 呃 你再开档问题 有没有其他没有提问或者没有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到于哲学思念的时候 你觉得可以应用到个人的爱情的时候 相对吗 我有朋友这样说 他已经四年没交到女朋友 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其实啊 你若问我说 任何思考工具的论 能不能用在某地方 都会跟你说 可以用吧 但是要适量 那 要怎么适量呢 其实蒋汉琴我不是专家 但是我知道 我有一位朋友 他的花笔叫韩台雄 他是泛科学的专栏作家 他有一篇文章 就是在讲说 我们如何把简单的批判思考 用在感情双方的沟通上面 碳科学上面的文章 有信用的话 可以讲一下 海派雄的文章 可以 我给他没有提问过的朋友 好吧 我也喜欢讲一下就是 呃 傳算对哲学 人 人 人 在 在 人在哲学里面的位置 就是哲学到你 可不可以抽离人 这个独自在讨论 甚麼 我覺得應該沒有任何學分可以抽筆整討論吧 因為那個是人的行為 而且它是集體行為 然後想說哲學 我覺得光是要想說是 只有在一個世界裡面只有一個人 然後他做哲學 我都覺得有點難以想像 因為沒有人跟他對話 你可以說他自己發明一些都是概念 然後自己組合跟計算 我會說 你要勉強說他是哲學 我覺得OK啦 但是畢竟哲學 第一個它是人的行動 然後在身體生活當中 它是人的集體行動 這是我目前的第一季 當我們這個活動到終點半結束 所以我們還有一些時間 我們再開放三個問題好不好 有沒有朋友還沒有提問 沒有大家開放給剛剛 再繼續follow up 沒有齁 沒有齁 OK 好 所以第一個問題這位朋友 然後剛剛你有三個問題裡面 有後續的問題 你可以再提一個問題好不好 然後你想再提一個問題 好 這三個問題 就是剛剛有一道在座人說 就是把哲學的教育 那樣在國中 或者是高中的課程裡面 那他剛剛特別說 是歐陸的哲學 那好像有一點否定 就是中文的哲學 那其實那個 中國人 那個 像是中子的思想 他跟歐 他跟德國 像是理財人的思想 有一點部分的連結 那就是你會認同 但是像是中子這樣的思想 然後到就是高中的教育團 我同意 我同意 莊哲的思想 跟理財的思想 有分別的理解 因為 他們對我來說都一樣困 可是 我覺得這個是哲學 如果也很抽象學科 很困境 非常沒有很多經典 可是 我們沒有什麼 寫得很簡單一種的經典 但我們會說 要教學生 要教一些 珍貴的思想 珍貴的思想 常常藏在最困難的景點後面 那 要不要教國中生呢 我必須 我可以說 很多哲學思想 是很值得教的 只要 老師有辦法教 所以 回到教學現場 如何操作的問題 我覺得 考量一下 其實說實在考量一下 我相信有一些 研究 裝死或泥彩的人 他會跟你說 國工生 拜託 我這種東西應該是30歲之後 在那裡 我現在會這樣子講 就是國工生他的 人生經歷 沒有到達 他可以完整的品嘗 裝死或泥彩 在這個地方 那 我之前參加過一個研討會 討論中國文化技能教材 有一個反對中文化技能教材 烈魯毅修老師 他自己是做國學的 但他為什麼反對 他說 台灣實行中文化技能教材 國中高中 已經很多年了 這個政策唯一的結果 就是讓 仇恨孔子的聯誼 降到16歲 有些東西 時候不到是 最好不要讓學生接觸 而且特別是 不要硬性讓學生 但是如果是 對國中生 他的心思 跟社會閱歷發展 給他們 恰當的思維訓練 不管是 實際一樣的 哲學心理 能做到這件事情 我都是很贊成的 其實 因為很久以前 就是像我自己現在 就是念 國高中 越簡單 然後 我們的教育一直是 以儒家為主 所以那個 我剛剛 科學其實裝職 就是 也有不同的重機 就可能會用 跟護要的 就是 把 生理造成的 像 如果是限定在這個 討論範圍之間 那樣 我但是很容易 不能做我們一下嗎 對不對 好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 關於 關於同性婚姻的問題 就是 就是 同性領養小孩 有人認為說 同性 如果開放同性領養小孩 那他們可能會 對社會歧視 對小孩不利 那有人認為 那我聽起來 就在那個意思 應該就說 如果是對小孩不利的問題 原因不是同性領養 而是社會的歧視型態 那我們應該 改善社會的歧視型態 或者是禁止 同性領養小孩 那我想問的是 那我們應該 先改善社會的歧視型態 再放同性領養小孩 還是先讓同性領養小孩 再去改善社會的歧視型態 我覺得這個 還蠻難 還蠻難分辨的 因為他可能有很多 實際上面的考量 但是 兩者 兩者的缺陷都很明顯 你要先犧牲 統治 實現自己人 我先統治實現自己人 人生面積的權利 還是你明知道 你要有同性的小孩 在學校被叛擊 還要讓這些小孩進入學校 我必須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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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哲學人 有時候跟妳講得很 很精緻很深 但是有時候 碰到這種就是利益 就是利益比較 怎麼樣交互虧 當然雙方 雙方的 雙方的 雙方權利 我們都是要照顧的 但是可能不是要照顧 怎樣交互虧 但是我 我可以提出一個 考量的方向 就是 讓同事領養小孩之後 在未來十年 會有一些小孩 有同事父母 但是 如果 如果不讓同事領養小孩 的話 想想看 那些小孩會在哪裡 他們現在常見的人 會有想好 當然 這就是讓整個地圖變複雜而已 但是 我們共和社會問題 就是沒有複雜 不好意思 我想說 再請教一個 就是 有關那個動物保護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 一直存在 我覺得 一直在困難的問題 就是 因為現在有很多在講 什麼動物圈 可是 可以因為說 愛護動物 然後去影響到別人嗎 就說 比如說有一天 我早上我要去 要去搭捷運 結果經過一個公園 然後那個狗主人 就沒有把那個 他是把那個狗 拴在那邊 可是他就是會 我已經 遠遠的 可是因為我還是要走這個走到 結果他就會去舔我 我是真的覺得不舒服 可是 我覺得這個是不是 那個要看那個主人的那個道德 他 我知道他們其實都很愛那個動物啦 我自己本身因為我不想傷害動物 所以我吃醋 那我也可以做到說 我不會去傷害他們 可是 我很受不了就是說 那些狗主人把那個 已經當成是他的小孩或什麼 可是都沒有去想到說他們的行為 他們愛護著這個行為 已經會去影響到其他的人類這樣子 謝謝 事實上我可以想像這個 狗酸在人池道旁邊造成了更慘的事情 剛剛說嚇到小朋友 小朋友跑去被撕撞了 類似這種情況都是可能的 那 我想在這裡 我覺得 在這裡我們還不需要進入 我生活的權利 跟他愛護動物的權利之間抗爭 因為很明顯 有其他愛護動物的方法 是他可以實踐 然後比較不會妨礙到其他人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們討論是剛剛弄的意思的話 那 對說還蠻明顯的 狗主人應該 就是 狗號自己狗 你不能讓他放在那邊 然後 讓他去逗路 然後你都不管 可是現在常常在節目上 也看到有那個 狗主人就是 推著那個嬰兒車有沒有 裡面其實是狗耶 可是那個狗 或許他覺得他很乖 可是 我們旁邊的人 有可能很害怕 萬一他是 跳出來 然後就去咬人怎麼辦 我是覺得 這個部分 其實蠻多 就是我覺得會 就是他們真是愛狗 愛到這樣子 然後都沒有去想到說 會影響到其他人 這樣子 我覺得一個人 跟自己的寵物 感情深厚到一定 一定地步之後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會不怕 你自己的寵物 對陌生人的危險性 所以說 養狗的人都會說 你這樣都很乖 所以我同意那個是 可能必須要討論跟管制的 但是 重點是在於說 重點是在於說 如何盡量確保雙方的選定 因為你不希望你搞成說 因為這樣子 然後所以他不能帶走 經濟的運動 因為那個嬰兒車 做什麼樣的反復 事實上是可能的選項 不要讓他跑出來 對不對 好 謝謝 那我們今天也感謝 這張替我 幫幫你分享 然後用 像我們展示 社長哲學期可以 深入我們最強生 對我們的 所關心的社會議題 人生的議題 價值的問題 就有很好的 研究爬書的功能 那我們再請將最後一分鐘 這個結合 好 好 今天真的是很高興 可以來跟現場 跟我們朋友 分享哲學的思考 那 我真的覺得 哲學期五是一個 很好的活動 我都 如果聽我剛剛 介紹哲學時 用的一些例子 會知道 哲學始終 是必須被 應用於社會 促進功能 討論的效率 它才會有價值 哲學不會因為 我們這些哲學家 討論一些 沒有人在乎的概念 就想像價值 它就一定被 有社會主要用 那 不管是 哲學星期五 還是我們那邊 請來自行的實驗室 或是我們一起 幫我們PITO 高中哲學 教育對方協會 都是在致力 讓學院裡面的哲學 進入社會 今天很高興 莫多我朋友 來跟我們分享 那也希望你們 在將來 可以繼續 關注 更新實的 哲學對方活動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然後現場 當有他的新書 在現場 各位有興趣 你可以請 請 謝謝各位 今天今天熱情的參與 然後禮拜五 直覺星期五 會播放 公民不服從的紀錄 歡迎各位 禮拜五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